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当红顶流究竟寿命有多长?答案估计也不好说清。 现在网络时代,信息发达,不少平台都会出一些各种明星们的热度排行榜,人气排行榜。 不论是哪个平台,能够在榜上排上名次的,几乎都是圈内超巨人气的顶流明星。 近两年开始,不管是哪种平台上的内鱼类的排行榜,除非是单纯女明星的。 不然基本上都是圈内顶流的人气明星肖战排在第一位。 即使是稍有变化,也基本上都是在前两名晃悠。 当然,这倒不是说在故意吹捧肖战,事实也确实如此。 肖战在挺过去年粉丝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后, 肖战的人气和热度又空前高涨。 代言、剧集、综艺、单曲,不论是做什么,都能引起不小的轰动。 这就是肖战,一直身体力行地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中努力着。 能一直保持着高热度、高人气也不意外。 当然,和肖战一起活起来的王一博,也是各种榜单中位列前列的一名。 王一博大火之后,和肖战相比,比较稳定、顺利,有自己的综艺天天向上。 也有自己的作品,和赵丽颖主演的《尤斐》,大火之后,基本上也是一直保持在前几名。 但今年的这个春天,内域的顶流界注定是风生水迹,一浪接着一浪的。 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惊喜,也引起顶流界不小的震动。 让人们不禁会有这样的想法,是不是内域的顶流将会迎来大洗牌。 不言而喻,最大的一个浪,无疑就是前段时间播出的,低开高走,开始时备受质疑。 播出时质疑声几乎都变成了肯定声的山河令。 在山河令中大火起来的张哲瀚和龚俊,这两位几乎是一下爆火的青年演员。 大家现在都清楚了,两人大火之前,张哲瀚一直是二三线的演员,虽然作品不少。 但经典角色不多,让人记住的不多。 虽然出道多年,一直不温不火中。 而龚俊,更是大家严厉的小透明。 山河令之后,两人的热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。 微博粉丝也都上了千万,几乎每天都有两人的热搜。 而且,还有一个就是目前,山河令虽然已经播完了一段时间。 即使是山河令主创门重剧的演唱会,也在山人们的各种激动中成了历史。 但上了山的人几乎都不想下来,关于两人的热搜依然是众多山人们每天追逐的内容。 两人的各种商务也是一个连着一个。 时隔几个月,经历了这个春天,两人已经成为心尽顶流。 而另一部戏中,那个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三十弟弟吴磊,也魅力四射。 俨然变成了一个时尚的男人。 这部剧就是吴磊,迪丽热巴的剧《长歌行》。 不得不说,吴磊真的长大了。 当人们的印象还停留在他的小哪吒,飞流身上时。 这个小童星已经无声无息地从小男孩长成了霸道总裁。 一部长歌行。 让人们认识了长大的吴磊,吴磊饰演的男主阿施,乐损真的无可挑剔。 其实,娱乐圈瞬息万变,今天可能还默默无闻,明天就有可能凭借一个作品大火。 能在娱乐圈中一段时间保持一定的热度也已经很不容易, 何况圈中被有人裁出。